你觉得日系跟韩系差在哪 应该是长相吗 韩系的话颜色会比较鲜艳一点 你觉得日系跟韩系差在哪 我刚从日本回来 我觉得日系就是风格很多 工装古着 大家都很有自己的自信 但是我喜欢韩系 大家好 欢迎来到只安卓的频道 那说到日系vs韩系 意思是男生穿搭里面 每一阵子就会出现的话题 也常常会有观众问我 日系跟韩系到底差在哪 女生比较喜欢哪一种 更重要的是日系跟韩系 哪一个比较适合我 我相信很多穿搭新手都会有疑问 所以今天的特别计划 我要带上我的摄影小帮手小妮 用日系男生加女生的视角 来带大家去逛一间位在台南 很有名的正韩选物店ZETA 跟大家分享日系还有韩系穿搭的不同之处 好啦 我们废话不多说 马上出发吧 好 我们现在来到了台南中心区的ZETA 哇 台南的福斯丁都这么气派吗 居然有两层楼耶 首先要介绍韩系 就要跟大家分享一些来自韩国的品牌 像是Anderson Bell L&C Other Error 我自己平常也会逛 但他们的单品常常一件都要上千甚至破万 但说真的啦 我其实不推荐大家一开始就花太多预算 去买一些高单价的单品 可以先试着找到你的风格之后 再慢慢提高你的预算 像ZETA这间店 它的品牌就是走比较平价潮流的路线 比如说这里的Paragraph 大家应该都很熟悉了 这一件比较重磅的卫衣 它是基础款的设计 价位也落在1680左右 如果你喜欢设计感比较重的 后面有这种做破坏的设计 它的定价就是两千出头而已 所以他们品牌的东西 大部分都是千元左右 比较贵一点的也是三千块以内 都是算平价好入手的选项 那除了二楼的街楼品牌啊 ZETA的一楼 其实有更多来自韩国东大门的设计师单品 如果你不在意品牌的话 这里一楼的设计师单品 其实我觉得实际逛下来 或是CP值比较高的选择 算是大家都可以负担的价格 而且ZETA的服饰啊 都是来自韩国 是属于正韩的选物店 你的风格也不会被上面那些品牌的设计绑架 那在我身后的服饰区呢 就是我们今天的主战场 有各种的短梯 大学梯 长裤 短裤 跟外套都有 今天 我就要跟我的小帮手 我们两位一起跳出两套不同的韩系穿搭 已经要跟我们接受挑战了 OK吗? 没问题 那大家常常会讲日系跟韩系嘛 但实际上到底差在哪 我猜很多人应该是分不太出来 啊 不然我们问问看店员怎么说 你觉得日系跟韩系差在哪 应该是长相吗 或是发型 蛮重要的吧 那你觉得韩系跟日系差在哪 韩系的话颜色会比较鲜艳一点 日系的话就是上升着重于它的质感跟用料 你觉得日系跟韩系差在哪 我刚从日本回来 我觉得日系就是风格很多 然后在日本的街头上的穿搭的人 他们都很有自己的态度 工装骨着 大家都很有自己的自信 就算你穿出来是很少众的话 大家还是会很敢穿 那韩系呢? 韩系的话它的风格会比较统一 如果你偏离了大方向的审美观的话 你会有点怪怪的 我觉得这是韩系跟日系最大的差异 但是我喜欢韩系 如果要用三个关键字来形容的话 我觉得日系就会是和谐 轮廓跟层次感 而韩系穿搭的关键字就比较不一样 就会是冲突比例跟元素风格 这里我们讲的是流行跟街头的范围 那这个和谐跟冲突的比较 并不是说和谐比较好 然后冲突就比较差 而是完全不同的审美风格 你看日本人啊 很少会穿一件上衣就出门 通常都会加一个包跟一个外套 而韩系穿搭就可以穿的比较少一点 但上衣裤子配件的风格都会很强 每一件单品都可以变成穿搭的主角 也就是层次感BS元素风格 像我们看到门口这边的model 如果是日系穿搭就会更着重在层次堆叠 而韩系穿搭呢 你可以看到每一件单品 它其实都有不同的设计 就是用这些设计之间不同的碰撞 来塑造出完全不一样的造型 那这些设计啊 我觉得在日系里面也会有 只是相对来说就没有那么高调 像这里有很多衣服啊 你可以看到它的颜色是非常的鲜艳哦 也有很多是图案很大比较夸张的英文字母跟撞色 整体会很有冲突感 比较抓眼睛一点 所以如果你想穿出所谓的韩系街头感 就可以多尝试一些颜色跟图案都比较大胆的衣服 但这些都只是打方向 不能涵盖所有的日本跟韩国设计师 像ZELLA这间店啊 就有很多的单品 都是仅跟韩国当下的流行 他们的网店两个礼拜就会更新一次 然后门市啊 每一周都会不定期的上新品 算是在台湾就可以逛到的韩国快时尚代表 如果你刚好有机会来台南 真的很值得逛一下啦 因为像我一进来啊 其实就有被这件外套给吸引到 它是做这种短板的皮衣造型 最近日本就蛮多人穿这种皮衣的 不过一开始应该是从韩国线流行起来啦 那这件你会喜欢吗 这种黑蓝色的针织背心 看起来还蛮温柔的耶 对因为我发现韩国男生啊 他们都很喜欢穿比较中性一点的造型 像这种粗针织 他穿上身就会很显尖宽 然后在秋冬也可以穿在树梯外面当做层次感 女生觉得这种针织衫满分五分你给几分 三分 三分而已 这种针织衫我会给四分耶 为什么 因为我自己喜欢霸气一点的风格 哦 你喜欢霸气一点的哦 那 诶 这件怎么样 这个短外套 它跟刚才皮衣不太一样 因为它是做这种拼接的设计 然后缝线啊都有做撞色的细节 这件你会给几分 还有设计感哦 我给五分 五分哦 哇 好像女生都蛮喜欢这种韩戏的短外套 我自己也蛮爱的 旁边那种卫衣大学题你会喜欢吗 就是颜色啊 图案比较鲜艳一点的 诶 自己敢不敢穿 我不敢穿 那敢穿的男生给几分 如果他穿搭得好的话 应该也可以五分吧 五分哦 因为像日系的话 我自己就会挑这种 比较海军蓝比较低调一点的 但如果想穿出所谓韩戏接头感啊 像这种橘色黄色蓝色绿色 其实应该都蛮适合的 我们刚才逛了服饰区啊 其实只要往后走两户 就可以来到他们的帽子还有饰品区 帽子天堂 怎么逛得那么开心啊 你很喜欢这一顶吗 喜欢 给大家看一下设计 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logo 你觉得怎么样 蛮适合你的耶 有一种韩戏甜妹的感觉 蛤 甜妹是什么 好啦 不然我再挑一顶给你好不好 好 我自己比较喜欢这一顶 我要拿这一顶给他带 这样 不错耶 直接从韩戏甜妹变韩戏爪妹 那我要摆臭脸 臭脸来啊 那刚刚有讲到嘛 很多的韩戏穿搭都会用比较冲突的方式来造型 像这边的帽子就很多是颜色比较亮眼 或是图案比较浮夸的 那当然ZETA也有进一些比较简约的款式啦 再来更衣室旁边啊 就是ZETA一楼的裤装 但我觉得韩戏跟日戏的裤子 其实不会差太多 比较多是各种品牌不同的风格啦 最近它的刷色就蛮特别的 第一点有让我想到 Our Legacy就是设计师品牌的风格嘛 因为它就是有一点脏脏 然后刷色不规则的白裤 韩戏街头啊 最近也流行这种落地裤 这件刷色好漂亮哦 对啊平常应该蛮少见的吧 像日本的牛仔裤 他们可能就是着重在水洗跟做工嘛 然后韩戏的很多 就是这种比较浮夸一点的设计 还蛮有造型感的 而且日系很常见的这种工装裤 在韩戏里面 很多都会做成尼龙材质 然后比较宽大的裤型 它的裤脚还有做抽绳 所以你也可以把它做成一条束口裤 设计比较强的棉裤 然后搭配一件卫衣 也是很常见的韩戏穿搭 然后店铺的各个角落 也都有很多穿搭配件 像是各种包包啊 眼镜、墨镜、戒指、项链 甚至连袜子跟鞋子都有 来ZETA真的是一站 就可以全部逛完哦 好啦 我刚才就把逛了一轮的衣服拿出来试穿 现在全身都是ZETA的衣服 上半身我是穿了一件韩戏的这种短板外套 它是做了防脊皮的材质 裤子我选了一件很夸张的落地刷色牛仔裤 它膝盖这边有做两条的打折 而且裤脚也有一个很可爱的调节扣 你就可以自由调整它的宽松度 刚才我们讲到韩戏vs日系的关键字 还有一个就是板型跟轮廓的差别 我觉得韩戏的穿搭其实也有越来越宽的趋势 这里的上衣很多都是落肩的板型 衣裳就会再短一点 像我原本是窄肩嘛 就可以营造出肩膀很宽、腿很长的风格 OK 我现在要换上了第二套穿搭 这套就是卫衣加棉裤全身都很宽松的组合 我觉得跟日系的宽松比起来 韩戏的宽松 因为大致上衣裳都比较短会更容易显高 也不是说日系比较差啦 但日系的轮廓就会需要更多的搭配技巧 如果你在意身高比例 想要修饰更好看的身形 或许韩戏穿搭就会更适合你 大家就根据自己的喜好来选择自己的风格吧 上半身我是穿了一件宽松的绿色帽T 它的布料是很厚实那种 里面有做内刷毛 所以整件上身就穿起来很硬挺 下半身的棉裤我就觉得蛮有趣的 因为首先可以看到它是做外露缝线的拼接设计 裤角也有做一个抽绳来调整松紧度 两边的大口袋啊虽然不明显 但在穿搭上就会是一个很方便的小细节 诶 现在轮到我长进 我要让Alan来做一个穿搭挑战 今天挑战我们就是请Alan与两位店员戴上眼罩 忙抽一件裤子 然后给他们五分钟限时搭出一套穿搭 那我现在摸摸看哦 好 就拿这件了 好啦 现在洗牌咯 继续 最后一位 GO 好啦 各自都挑好了 马上出发 3 2 1 GO 好 我们请第一位来分享一下自己的穿搭 那我今天抽到的是现在流行的稍微有点亮面的韩系工装裤 那它的特色是下面有超长的抽绳 那抽层的部分还可以依照自己的身高做搭配 像我们有比较少个子的女店员也会穿这个 那因为这个材质是比较防风布的部分 上半身为选择稍微有光泽的机能上衣做搭配 那这整个感觉我想要呈现的是有一点休闲街头 会搭配一些比较低调一点的配件 像是亮皮的这个包包 然后还有现在很流行的薄针织毛毛 上面呢不想要把墨镜戴在眼部的话 其实放在头部也是有一个不错的搭配性 那整体就是会是走在路上或是逛街的时候比较偏休闲 然后也很自在的一个穿搭 再来 男店员2分享一下你的穿搭 那我今天抽到的裤子是堆叠感很重的裤子 下面有这个扣子 那如果太长的话它这边可以做调整 可以把它拉上来 那今天上衣的话我选皮衣的原因是因为 它是短板的可以拉伸整体的比例 衬衫的话那我们现在这个季节会做的是 厚棉款的那这样既可以达到保暖 也可以达到原本衬衫要的素色效果 内搭的话今天选的是景深的内搭 那这件的话我们在夏天卖很好 那不管是内搭或单穿都很适合 那这件风格就是韩国日常街头 渗水洞的简单穿搭风格 穿这样其实走在路上也可以轻松出片 好啦那第三个终于轮到我来介绍自己的穿搭 这次我蛮lucky的抽到这件刷白的牛仔裤 就是我刚才前面很喜欢的那件 它的版型是做的很夸张 有点落地裤的效果造型很强 那刚才有讲到我想做出冲突干嘛 所以上半身的帽梯我选了一件大字母 然后颜色很跳的帽梯 来让整个穿搭比较没有那么无聊 比较鲜艳一点 然后在日系里面其实很少会看到这种分量比较大的背心 这件它是做了那种再生材质的表面 所以它会带有一点亮面感 再来里面呢 它是做了韩国专利的微冷发热棉保暖材质的感觉 所以穿上身整个造型是很保暖的 而且我觉得整套的穿搭 其实很适合台湾的天气 因为都是早晚温差比较大嘛 所以早上晚上就可以这样套一件背心出门 然后到下午呢单穿一件帽提应该就很够保暖了 最后整套穿搭重点我觉得放在这个墨镜上 因为它整体几何的造型就可以让整个脸看起来更修长 而且穿搭上也更有那种街头比较酷的感觉 所以整套穿搭就是我觉得很好看的韩系街头造型 好啦那刚刚听完我们三位介绍自己的穿搭 由我跟女店员跟男店员 不知道三套穿搭大家会最喜欢哪一个呢 可以跟我们留言然后参加我们的抽奖 好啦我们回到台北了 哇韩系穿搭真是突破舒适圈耶 这一次要感谢ZEDA提供抽奖的奖品 我们会抽出三位我最喜欢的牛仔裤送给观众啦 参加方式很简单只要帮影片按赞订阅 然后在底下留言穿搭挑战你最喜欢谁的穿搭 就可以参加抽奖 当然啦我是一个日系穿搭的youtuber嘛 肯定是没有两位店员来的专业 所以大家如果投给两位帅哥和美女 没关系我需应接受 还有很多需要学习的地方 这次在台南逛下来我觉得不管你喜欢日系或韩系 在ZEDA都可以找到很有设计感 品质也很棒的震撼单品 诶这不是ZEDA我走之前还多喷了2000块 如果大家集围去台南的话 中西区的ZEDA真的可以朝圣一下啦 影片最后记得帮我按赞订阅 然后在影片右上角可以找到IG喔 我们就下次影片见啦 bye